大家好,我是艾圓筍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黃鎮玄機靈下方明朝一條龍 1.1層蕭山拳收集任務 訂風奪七長香寶箱服雙重 潮溪一致一系 瞬蝶蝴蝶 好,那我們這一批來到 玄機靈 右邊這根矛點 到這裡之後 你往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跳下來 這裡有一個月牽器 站上月牽器 讓它幫我們抬上去 好,這邊有一個 精密奇藏箱 這個做祖先任務的時候 解鎖的一個奇藏箱 拿到之後再往正前方 山洞走進去 一直往裡面走 那走到 走到這邊這裡 看到有幾隻怪 在中間這隻怪這裡 把四條轉到我們的東南方向 地圖右下角 這邊這裡有一個樸素奇藏箱 撿起來 撿起來這一個樸素奇藏箱 然後再 往我們的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角 這邊上面 上面這裡有一個 小空間 從這裡爬上來 這邊有一個基準奇藏箱 撿起來這一個奇藏箱 然後我們再回頭 從這邊跳下去 西南方向地圖白角這邊跳下來 然後繼續往前 再往我們左手邊看 左手邊 現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地圖右下角 這邊這裡有一個 這個叫 定風奪 拿一下 拿到之後我們再 跳出來 左手邊 這邊有一道門 從這道門進去 沿著這條路往前走 沿著這條路往前走 這裡沿著路走進來 那在我們的 正前方 這邊這裡有一個 定風奪 A一下 拿到這一個定風奪 然後打開我們的地圖 傳送到 我們正上方 這一個地下錨點 好 傳送過來之後 往我們的西北方向 地圖左上角這邊走 這裡一個 怪物正守的 潮汐之一 清下怪 好 那清完怪之後 拿到潮汐之一的獎勵 拿到這獎勵 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往前走 從這裡往上爬 好 爬上來之後 我們掏出槍手角色回頭 東南方向地圖下角 定風奪打一下 打了之後 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對面 有一個平台 勾著勾過來 平台上 這裡有一個 普通 普速其常向 平行 拿到這個普速其常向 然後我們再 直接打開地圖 回到剛才 回到剛才 這個地下錨點 好 那回來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 南方向地圖下方這邊 跳出來 跳出來 在右手邊 這裡有一個 速流儀 激活速流儀 然後我把它 挪到中間 這邊挪到中間 好 然後在這邊 有一個平台 出現一個平台 這就是平台上 平台上 這裡有一個 生亥挑戰 叮咚咚 這邊點擊開啟挑戰 然後 跳下來 來 來到這一個 躍遷器 這裡 然後它幫我們 彈射過來 就能炸開這條通道 那 這個通道進來 這邊這裡 又是一個速流儀 把這個速流儀 點擊啟動 挪一下之後 前方一個門就打開了 從這個門出來 好 這邊這一個 石板路也會出現 那現在我們在 抬頭 在我們的東方向地圖一邊 這邊這裡 把這一個 定峰奪打一下 打這個定峰奪 然後再往我們的 東北方向地圖上角 跳過來 這邊這裡有一個 縫 從這個縫爬上來 左手邊 這邊上來 就往左邊看 然後這裡一個 朴順其常常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我們從那邊 跳下去 好 跳起來 拿到這一個 呃 這個是什麼 空物啊 拿到一個空物 然後從我們西北方向地圖左腕角 這邊走過來 左拐 好 左拐之後 走到前方速流儀的位置 好 走到速流儀這裡 往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這邊看 這邊這裡有一個 應該是有一個石頭 把這個石頭給它炸開 炸開之後 這條通道打開 從這條通道進來 進來之後 左手邊這裡有一個 基準奇常向 撿起來這個基準奇常向 然後再往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左腕角這邊 走過來 這裡應該有一隻怪 把這隻怪給它打了 把這隻怪打了之後 這個速流儀會解鎖 這裡點擊激活速流儀 然後把它從右邊往左 往左邊挪 這個通道就會打開 好 它原本是這個樣子 然後往左邊挪 把這個通道打開 打開之後 我們再回去 再一次回去 回到 中間 正中間這個速流儀這裡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你就傳送 傳送 傳送之後往西南方向過來 就能來到這個速流儀這裡了 這裡點擊激活速流儀 然後把它往左邊挪 好挪過來之後 這邊這一個 就會解開 這邊打打一下 打了之後再去到另一側 去到另一側 就剛才 這邊這個速流儀這裡 把這裡打一下 好 完事 這個通道就會解鎖 那這個通道解鎖 之後再往我們的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角這邊走 這裡有一個爬上去的路 從這個路爬上來 爬上來之後走到正前方 這邊跳下去 這裡有一個樸素七長箱 撿起來這個樸素七長箱 撿起來之後再 往我們的正前方走過來 這個速流儀 這裡 往西北方向 地圖左上角這邊開 這裡的話 從右 它應該是 在右邊 往左邊挪 就能打開這個通道 打開通道 從這個通道走出來 走出來往我們右手邊 這邊拿起這一個空物 然後回頭走進來 走到前方速流儀這裡 然後往我們的北方向 地圖上方 這邊這裡有一個大石頭 把這個石頭給它炸開 炸開裡面 這裡有一個四岩碟 撿起來這個四岩碟 然後我們再 從剛才這個通道走出來 走到前方的 某點這裡 走到某點這裡 那走到某點這裡 再繼續往前 西北方向 地圖左上角這邊走 跳過來 好 然後在我們的西方向 地圖左邊 這邊有三隻怪 這三隻怪的背後 這邊就是那個 四岩碟的終點 帶到這裡 然後從這邊走進來 走進來之後 牆上的這一個裝置 給它A一下 A一下之後 在左手邊這裡 拿到這一個 灰光奇常向 拿到之後 在前方 定風奪A一下 A了之後 在我們左手邊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地圖上角這邊 這條路跳出來 跳出來之後 在正前方 這裡有一個 普速奇常向 撿起來這個普速奇常向 然後再往我們的 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對面那個 門走進去 注意不要掉下去 前方一顆坑 好 繞過這個坑 然後在前方這裡有一個 精密奇常向 這個奇常向 是我們做任務的時候 解鎖的一個奇常向 拿到這裡奇常向 之後 我們再回頭 往東北方向地圖 右上角 這邊這個坑 從這個坑我來跳 好 跳起來之後 往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 左來角這邊看 在前方這個樹枝 樹枝上應該掛著一個 定風奪 這個號是 不小心給它拿掉了 好 那打 打了之後拿到這個 定風奪 然後再往東南方向地圖 右下角這邊走 走過來前方這裡 有一個藍 藍色發光的 這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 這裡有兩個樸素七方向 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我們再回頭往 西北方向地圖 左上角這邊往回走 好 一直走到前方這個平台 再往我們的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走過來 走過來 然後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這裡有一條 有一條上去的路 這裡有個縫 從那個縫走進來 一直往前 在我們右手邊 這裡有一個基準其常箱 撿起來這個基準其常箱 然後再繼續往前走 東北方向地圖上角 這邊走過來 這裡有個樹流儀 那這個樹流儀 點擊激活 把它挪到最右邊這個位置 挪到最右邊那個位置 好 然後在我們的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我們爬到平台最高處 好 一直來到平台最高處 這裡有一個精密祈禱箱 撿起來這個精密祈禱箱 然後我們跳回去 回到樹流儀的位置 好 回來之後 再往我們的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邊這條路走出來 往前走 右拐 好 走到 走到這邊 這裡是一些工作台的位置吧 然後在工作台的背後 這裡有一個 定封朵 撿起來就是定封朵 但撿起來就是定封朵 我們這批就拿這麼多 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 大家掰掰 好的 我們這一批來到沃龍港左邊這個矛點 那到這裡直接在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裡是一個朴素奇藏箱 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往我們的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爬上去 爬上來 左手邊繼續往爬 好 這邊爬上來這裡一個潮溪之一 輕盈下怪 好 那切換怪來拿到潮溪之一的獎勵 拿到獎勵之後 西南方向地圖左拆角 這邊 走過來 這邊是一個 生亥挑戰 叮咚咚 好 這邊我們跑到最右 最最旁邊 最旁邊這個 然後從這邊揭掃 然後面向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就會解鎖這個金蜜奇藏箱 未雨球矛 好 那拿到這個金蜜奇藏箱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走過來 這裡是一個潮溪之一 來 輕一下怪 好 切換怪之後 來拿到潮溪之一的獎勵 拿到獎勵之後 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這邊走過來 這裡有一個小 有三個這個冰 冰柱子 把這三個冰柱子給打了 好 這樣就會出現一個 這個基準奇藏箱 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 小地圖上的這個 就是打來的 好 來打一下這個 定峰朵 定峰朵 那拿到這一個定峰朵 在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這邊這裡有一個房子 我們去到這個房子的房頂 好 來這邊房子房頂 好 在房子房頂 好 在房子房頂這裡 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下來這裡有個凹槽 然後回頭 這裡有一個基準奇藏箱撿起來 我會撿起來這一個基準奇藏箱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走到房子旁邊 自己跳下來 好 再跳一層 好 接下來在東方向地圖一邊 這邊這裡 再跳下來一層 在這裡有一個 樸朵奇藏箱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 在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這裡有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 你們可以自行去做 也可以順手 順手做 好 這個任務是和那個 和那個寶箱無關的 但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把西條轉到我們的東南方向 地圖右下角這邊 我們要爬上去啊 從這裡 跳起來衝刺勾鎖啊 跳起來衝刺勾鎖 然後這邊上來 好 上來 然後躲左邊這裡繼續往上 這邊再爬上來 這裡一個定峰奪 A甲 A的定峰奪 然後這邊順手去做任務的話 就往C C C 就往任務的方向 任務的方向跑過來 好 來到任務 來到這個旁邊 然後這邊按一下T 好 這棵樹啊 拍一下這棵樹 好 那現在我們再把西條轉到我們的 北方向地圖上方啊 這邊就是 這邊我們從旁邊這裡 爬到這個房子的房頂上 先來到二層 然後再往我們的 北方向地圖上方啊 這邊 這裡玩完爬啊 這邊玩完爬 爬上來 在左邊 好 落下來 落下來這個 抬頭 抬頭 在這邊那個防岩這裡 槍手決策 A甲 拿到這個定峰奪 然後在我們的西方向地圖 左邊 這邊一個凹槽 好 這裡一個樸樹奇塘箱撿起來 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我們再從我們的西方向地圖 左邊那邊跳起來 跳起來左拐 這房子旁邊這裡一個樸樹奇塘箱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再打開地圖 我們來到這個紅鎮下方 從這一個毛點 好 過來之後往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 這邊我們 繞一下 繞一下然後從這邊要爬上去啊 好 跑上來 來做任務 然後旁邊的這個 點位 好 這邊再拍攝 拍攝這個 就是這個奇心怪狀那個東西啊 好的 那我們現在再回頭 回頭在我們的東方向地圖右邊這個房子 我們先來到這個房子的房頂 來到這邊房子房頂 好 然後繼續往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這裡一個亭子 亭子的最下方 這裡是定峰奪 A一下 那A的這個定峰奪 然後再往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我們跳出來 好 這邊跑過來 南方向地圖下方這邊過來這棵樹的背後 這邊又是一個定峰奪 A一下 A了之後旁邊這裡有個任務啊 也可以順手接一下 好的 那現在我們 這個任務啊 就是之前那個拍攝的那個任務啊 這個任務和那個 和鄉主無關 和鄉主無關 接下來就你們自行去做 不帶著你們往下做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溫泉大冒險這個任務 好 這個任務 那這裡這裡 這個任務和那個 那個啥也是無關的啊 和寶箱也是無關的 所以我們就順路的順路的做了 不順路的就你們自行去做啊 那我們現在 直接往我們的西南方向 地圖左下角跳下來 任務指引的方向 這邊下來 好 在這邊那個房子裡面 定峰奪A一下 然後旁邊 好 那是 再過來採集這個什麼 雀鱗果 採集了雀鱗果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西南方向 地圖左下角這邊走 在前方這裡有一個 潮汐之儀 好 來把怪清一下 好 那清完怪之後 來拿到潮汐記憶的獎勵 拿到獎勵之後 打開A地圖 我們來到 游龍脊左邊 的這個矛點 好 過來之後 我們往我們的西北方向 地圖左下角這邊走 這裡 在前方這個 最高的這個拱門 拱門的這 這上面啊 這邊爬一下 上一篇我們爬的是左邊 上一篇還是 還是 上上皮來的 爬的是左邊的 現在我們來爬這個 好 等一下體力 好 爬到頂部 這邊跟著鉤子勾過來 這裡有一個 灰光奇倉項 撿起來 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 往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角邊往下跳 打開閃逸 然後回頭 這邊往下落 在這個拱門的底部 在這個拱門的底部 這邊有一個平台 平台上 這裡有一個基準奇藏箱 撿起來這個奇藏箱 拿到這個奇藏箱 這一批就有拿這麼多 好 那我們就下一批再見